賽前在MOTEN BAY同樣以五勝一敗並列龍頭 韭菜科技跟台灣啤酒此戰狹路相逢 原本外界預期會有一場二戰 沒想到開局 台皮就用多點開花的攻勢 把韭菜給狠狠灌醉了 李錫瑋中距離出手 有 隨後輪到周伯勳籃下mismatch 單吃余幻亞 也有 接下來陳玉翰殺到禁區 不只有 還要到小仗加一 轉眼之間 台皮已經打了個11比2的漂亮開局 而且他們沒打算等對手站穩腳步 接著拉到外線長城炮火繼續發揮 朱毅宗 李錫瑋跟蔣玉安接連送上遙遠祝福 首階打完 台皮已經取得了31比11的遙遙領先 來到第二節 九泰還是找不到準心 反觀台皮這時候 還有黃正跳出來當板凳暴徒 不只有拿手的招牌三分球 運球過人 再來個finger roll 也是小菜一疊 甚至打到禁區 他還有犀利的腳步 轉身勾射 吃掉對手 四分鐘之內 獨拿七分 一度把領先優勢給擴大到了29分差 儘管攻下九泰全隊最高15分的吳宜斌 在第二節後段挺身而出 連看兩季三分球幫球隊止血 但半場打完 九泰落後的分數 仍舊有25分之多 加上台皮下半場繼續猛攻 整場比賽團隊命中率飆破五成 還有四位球員得分上雙 讓他們是一路笑到了最後 中場台皮85比63贏球 MOTEN杯第六勝 輕鬆到手 至於隨後登場的中華白與蒲原之戰 首階是兩隊都找不太到手感 白隊開局12投一中 蒲原也是只有八投兩中 索性第一節最後一分半中 陳玉瑞要來挽救收視率了 90秒之內連標三季三分球 而且難度是一球比一球還要高 首階打完18比12 領先的是白隊這邊 而且來到第二節輪到另一名射手 謝亞軒接過主持棒 單節同樣在外線三投三中 獨自包辦11分 算準球隊半場打完 就取得了44比29的雙位數優勢 不過跟前一場比賽不同的是 蒲原沒有直接趴到地上 他們在第三節發起反攻 靠著盧俊祥 關達佑跟李家康 聯手搶分 三節打完把分差縮小到了 10分的射程範圍之內 但是想不到進入決勝第四節 謝亞軒又開標了 直接把第二節的表現複製貼上 單節又是砍進三顆三分球 總計攻下全場最高的24分 再一次把老大哥給甩到後頭 中場中華白就是以88比66 二度擊敗蒲原 把戰績推進到了四勝三敗 關於新聞綜合報導